各位媒介朋友大家好 今日的簡報會是向各位匯報 内務委員會在今個會期的工作 首先我想請副主席郭榮鏗議員報告一下 在審議法案和附屬法例 以及研究政策事宜方面的工作 Dennis 好,多謝主席 OK,行 在今個會期內 內務委員會一共舉行了29個會議 在法案方面 根據政府當局向立法會提交的立法議程 政府計劃在今個會期向立法會提交22項法案 最終是提交了18條 再加上5項是不在立法會議程內的法案 政府在本年度一共向立法會提交了23項法案 此外,易志明議員也於2018年4月11號在立法會會議上提了這個2018年海原俱樂部法團的修訂條例 至於法案委員會方面 至於法案委員會方面 內會在這個星期內一共 今個會期內一共處理了18個法案委員會的審議 18項政府法案 其中包括一地兩檢的法案 人體器官修訂條例 2018年的僱傭修訂條例 以及2018年的財務會報局修訂條例 雖然議員再三速請政府當局盡早提交法案 讓議員有充分的時間去審議法案的內容和條文 但是政府當局本年度的立法議程裏面 只有5項法案是在上半年提交 有13項是在下半年提交的 而在下半年提交的法案當中有10項是在4月尾或更後的日子才提交的 當中有兩項法案更是在7月11號本會 會期最後一次立法會才是提交的 該兩項法案分別就是2018年的旅館業修訂條例 以及2018年的選舉法例雜項條例草案的 相關的審議工作一定是下個會期才能夠開始的了 此外還有四項的本年度的立法議程的法案 並未有提交立法會的 四項法案包括國歌法、消防安全條例、廢物處置和歧視修訂條例 在附屬法例方面 在這個會期裏面 議員審議了153項的附屬法例 一份的技術備忘錄以及15項由政府提交的疑議決議案 內務委員會一共成立了33個小組委員會 詳細去研究其中51項的附屬法例 一份技術備忘錄以及7項的疑議決議案 當中包括三項與港深港高鐵和49站有關的 啟用的相關法例 兩項是就著高院 這個區域法院 提高區域法院 還有這個小額前在 尖寨審財處民事那個法權的限 的疑議決議案 還有這個醫務委員會的選舉規則 還有2018年這個期貨 證券及期貨專業投資者的修訂規則 此外內會亦都把五項根據聯合國制裁條例訂立 而是無需交立法會省纜的這個附屬法例 是交由內會核下的研究 在香港實施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就制裁事宜所決議的小組委員會考慮的 在這個立法會開始 即是今屆立法會開始以來 議員也是積極在內會核下的成立的 一些小組委員會的工作 研究多項關於民生至香港發展的 幾個不同的政策範疇的事宜 這個會期裏面有三個是內會核下成立的 一個研究政策事宜小組 委員會完成了這個工作並向內會提交報告 該三個小組委員會是 是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 跟進香港國際機場三跑系統的小組委員會 以及虛視時宜小組委員會 另外有四個在內會核下成立的 研究政策事宜的小組委員會 是展開了工作或者會繼續工作的 這些就是包括公屋 公屋商場和街市停車場的小組委員會 跟進免遣犯申請的小組委員會 小數族有小組委員會 以及退休保障時宜小組委員會 現在還有一個在內會核下成立的 研究政策事宜小組 是在輪候名單上 這個就是工業大廈的政策相關的委員會 這裏就是簡說一些數目 交給主席 謝謝Dennis 剛才副主席已經跟大家報告 在這個立法會的年度裏面 政府一共向立法會提交了23項法案 當中最具爭議性當然大家都記得的 就是港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 在行政長官會和行政會議通過了港深港高速鐵路 在西九龍站落實實施香港和內地青關 出入境和檢疫手續安排之後 內會在2017年8月 大家記得去年8月在暑假休會期間 我們立即舉行了特別會議 聽取政務司司長、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和保安局局長 向議員解釋有關詳情 當相關法案委員會完成審議工作 向來會作出匯報時 我當日亦特別容許議員有較長時間表達意見 相信立法會在下一個會期審議立法建議的工作 仍然相當繁寵 預期政府稍後會向立法會提交 國歌條例草案和歧視條例集項修訂條例草案 這些都是社會大眾關心的法案 到時議員一定會盡力審議法案 此外議員在這個會期尋求內會建議 根據議事規則第十六、豁湖四條 提出休會代續辯論的要求特別多 一共有八個 比較之下上個會期只有兩個 而獲得內務委員會支持的要求有兩個 分別是陳克勤議員就佔領中環運動發起人之一戴耀廷先生 在2018年3月在台灣出席論壇時發表有關 香港可以考慮成立獨立國家言論對香港和國家利益的影響 動議的優惠辯論 以及大家都記得剛剛上個星期 鄺俊宇議員就港鐵、西鐵線、元朗段、駕空鐵路、橋等 出現沉降的事宜 動議的優惠辯論 在研究政策事宜方面 大家都明白 現時我們十八個事務委員會 人數比以往都多 令每個委員發言的時間其實都相當緊張 也都縮短了 就著社會關注的議題議員都十分熱衷 成立研究政策事宜小組委員會 但是由於我們議會的資源和其他的考慮 可以在同一時間運作這類小組的委員會 最多只有十個 而現在輪候展開工作的小組已經有九個了 在這方面作為政策 研究事宜小組委員會展開工作的處理平台 內會一直扮演積極的角色 盡量作出安排 讓有迫切性需要長期運作的小組委員會 可以優先展開工作 內會上個星期五也同意了我的建議 令輪候名單上一個較近期成立的小組委員會 可以優先展開工作 以便起本屆立法會完結前 著手研究更多社會關注的議題 講到這點我都希望補充的是 事實上有這麼多輪候展開工作的小組委員會 顯示本屆議員無論來自哪一個黨派 都有很多政策想跟進 不過來於我們的資源人手的分配未能應付 這方面我和副主席都會再向政府 希望爭取合適的資源 讓到立法會在同一時間 可以展開多一些政策研究的小組 讓到議員關心的議題 其實即是市民關心的議題 可以盡快在本會獲得討論 在去年的新聞簡報會上 我已經表達了議員多些前往內地各省市 進行交流和考察的願望 我很高興看到 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財經事務委員會 財經事務委員會 工商事務委員會 以及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獲得內會的同意 在今年4月前往粵港澳大灣區 進行職務訪問 我希望未來可以有更多事務委員會 安排到內地進行訪問 令到立法會和內地的交流行常化 我更加期望當大灣區框架出台之後 我們繼續有機會在立法會 事務委員會 甚至是整體立法會 去考察大灣區 而在國際交流方面 內會核下的議會聯絡小組委員會 也會在今年暑假前往英國和 蘇格蘭進行議會訪問活動 與當地議員交流 有關議事情序 有關議事情序方面 立法會一向會交由議事規則委員會 先作討論 然後先交由內會或立法會作最後決定 關於立法會在今個會期 修改議事規則一時 內會也曾就議事規則委員會的相關報告 和其他個別議員修訂建議 作出十分詳細的討論 另外內會在今個會期 交付議事規則委員會研究的事宜 是否應該檢討內務守則第十條 就內會處理議員 而在立法會會議上提出 急切質詢的建議所定的現行安排 議事規則委員會 在檢討行政長官出席立法會會議的安排時 會進一步研究有關的議題 然後我想說說行政立法關係 相信各位傳媒都非常關注就是行政立法關係 我去年亦都表達了希望行政長官和他的官員 可以和議員和各黨各派加強溝通的願望 政務司司長在新的會期開始的時候 我和副主席在定期會見的時候 亦都向他表示 司長回覆我們的時候亦都表示 當局不僅會致力改善行政立法關係 亦都會增加與議員和市民溝通和互動 我很高興見到行政立法的溝通確實 在今年是有改善 議事亦都較為暢順 在今個會期 立法會安排了一共七次 七次行政長官質詢時間 以短問短答的方式 讓議員向行政長官提問 這個亦都是反映 政府期望改善行政立法關係的一個回應 就立法會審議財務建議 特別是公務工程撥款 我和副主席和政務司司長 都有密切的溝通 大家都高興見到 政府是和各黨派溝通之後 是重新編排工程項目撥款的次序 審批財務建議的工作 因而而較為暢順 我亦都樂意在下一個會期 繼續和副主席充當行政立法之間的橋樑 希望行政和立法機關能夠 盡量以求同存疑的態度 去處理社會民生經濟發展相關的議題 最後我想藉著這個機會 多謝秘書處和法律事務部 亦都多謝所有媒體朋友 過去對我們工作的關注和支持 現在我歡迎大家提問 先講一下 我們再講一下 再講一下 Slarry 都想問一問 今年的政府法案 是通過得比去年多一倍 不止的 想問一下 你會歸功於因為修改了議事規則 還是今年過去一年的行政立法關係 改善而導致的呢 另外第二個問題就是 也想了解一下 現在的議事規則修改 建制派的立場是怎樣的 因為接下來的補選 就在11月25日舉行 麻煩 好啊 我先回答 然後Dennis 還是回應一下 這個立法會 正如我剛才跟大家分享 確實通過的法案 是比上一年是為多的 那原因我認為是不止一個的 當然第一就是和特區政府 他在他第一屆的任期裏面 是集中處理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有關 而來立法會的法案 其實相對都是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的 所以在凝聚議員共識方面 我認為是較為容易的 當然都有具爭議性的法案 就好像一地兩檢 但是一地兩檢 都是在預期裏面 是需要展報底下通過 那這個是第一個原因 因為林鄭政府 她是在第一年的工作 她是集中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所以來的法案 其實都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多 所以也都是在這個方面 我相信不同黨派的議員都希望議會是做事 也都希望是見到多些法例 是能夠盡快通過的 那第二我當然都認為是和修改議事規則有直接的關係 事實你看回12月聖誕前修改完議事規則 那如果由今年2018年1月1日到現在計 其實議會特別是大會都相對暢順的 那可以體現起幾點 第一點人數的次數是少了 而浪費在等候議員 因為點人數的時間 都是比過去少了的 那也都見到在總體 我覺得就是總體大家 是總體修改完議事規則之後 也都是有助於法例起本會順利得到通過 那Dennis 如果你說行政立法關係 過去一年來 確實是比梁振英年代是好了 但是沒有東西是比在梁振英年代的時候差 因為我們當時那個情況大家都知道 就是它是耗用鬥狠 每樣東西都要是不辣不爭議性 它都不擺在前面的 那這次我們看到就是過去一年來 就是我和主席透過在內會這個平台 和政務司司長是多了溝通 也是多了討論如何將一些在公務小組 或者這個財務小組所遇到可能會有困難的一些項目 是放在後面 是給一些容易通過大家都支持的項目 放在行線 那這個其實是很容易 而且是很符合邏輯的做法 見到今屆政府是願意這樣做的 但是當然接下來有那個音樂噴傳等等那些問題 我們都和這個政務司司長反映 而他也都承諾是會去處理的 但是我想說就是行政立法關係 其實是需要再有待改善的 就是當然我同意主席說就是 特首是多了來立法會 是去做這個Q&A 就是答問大會 但是有時候我覺得特首應該真正是用這些時間 不是去表演 而是真正是聽議員的問題和意見 還有就是有一件事 我覺得今屆政府和上屆梁正英政府最不同的地方 就是這個行政立法關係的溝通 就是雙邊的溝通是多了 那尤其是那個官員 有些主事的官員是非常勤力 也都是很多時候都是和 起碼就是和民主派 我這邊的議員是很多溝通的 所以這一方面也都是有促進到 就是這個行政立法關係的改善 那我覺得這個是重要的 那大家其實都希望議員 是大家理性去討論 那大家見到就是當政府是願意 作出一些邏輯和理性的讓步的時候 議員也是願意理性地去處理一些問題 那這個是對整個香港都是好事來的 你還有什麼問題我忘記了 Sorry 議事規則修改 所以在我來看或者在我們建制陣營來看 我們是看到是發揮成效的 因為事實上如果你看回由一月到現在議會 無論是法案有爭議性以至少爭議性的法案 都相對順利在本會能夠通過 那當然這個議事規則修改我認為是一個重要一步 但不單止是議事規則修改的 那行政長官的努力以至立法會整體 都沒有以前那麼極端 剛才Dennis說了當然他也會有批評特首 但事實上就是梁振英先生 但事實上我看到的就是 其實本會對林鄭月娥 行政長官和對梁先生都有很大的分別 所以這個一定是有不同的 創科局當時泛民主派都拉布 我向前看 我想你有問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接下來他們聽說 又想改議事規則說趕議員出去 這個我在議事規則委員會都表達過 如果你說將要不讓議員回來一年 這個是荒天下之大謀 也是沒有可能做到 我認為是違憲的 那我希望在處理這個問題上面 建制派的同事不要再挑起這個激大的爭議 因為其實這樣只會阻礙了議會的時間 因為我們一定是反對的 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所以我希望就是在議事規則的問題上面 希望大家不要再在這個議題上面去動手 因為如果是的話 其實只會阻礙更多的議會時間 這裏必須要澄清的 其實就算連講一年的謝偉俊主席 他都公開地澄清 這不是他當時的意見 只是做研究的時候 了解到不同的國會 有些國會甚至極端到 會有一些懲罰去到一年 在我掌握我們建制派議員當中 其實我們沒有人會贊成懲罰議員一年停賽的 但是你必須承認 在社會上對於過去幾年議會的亂象 很多市民是恨之入骨的 很多市民都覺得議員為什麼可以不開會 為什麼可以訂完招 為什麼可以違反議事規則 一點後果都沒有 他經常都告訴我們 市民不上班都要購人工 或者市民不遵守規矩都要有些罰則 所以要求違反議事規則的議員 是有一些後果 包括可能是 之前我也和大家分享過 可能是誰不在這裏 在職當日留會就要罰款 以至購人工 以至到如果是經常違反議事規則的 有黃牌、紅牌這個做法 其實在社會上是廣泛被討論 以及很多市民要求的 當然我們 或者我自己說我們民建聯 Sorry 今天應該說我自己 我是覺得這個是回應市民的訴求 我們也會支持這個方向 但是我們也會跟規矩去做 現在議事規則委員會正在做諮詢 能否趕得及在本年年尾前做 我們也不會說必定強行來 但是我們覺得這樣不能夠因為這樣 因為怕泛民主派他們不喜歡 而停止下來不去做 Meggy Ho from RTHK The figures seem to show that LegCo has been quite efficient this year but do you expect a more difficult year ahead given LegCo will have to deal with some controversial topics like the national anthem law and also Mr Kwok just said that LegCo seems to be enjoying a better relationship with the government but you said there'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but you said there'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what exactly are you expecting for example what do you expect lawmakers 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do on their own part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your question Yes, we do expect there will be controversial items coming up like the national anthem law and we've urged the government to be sensible about that law and be clear about what exactly you're legislating against because the last thing we want to see is for people to fall into criminal offences without knowing exactly what the scope of that offence is So yes, we do expect there will be difficult times ahead and Starry mentioned the possible change to rules of procedure to ban legislators from coming back for meetings I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controversial and that's going to be a difficult issue but leaving that aside I think whenever we can we will try to work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try to reason with them regarding whether it's policy or pieces of legislation and because of that willingness I think the government as we can see is more willing to have a constructive dialogue with my colleagues on a range of issues I think that's good I think that's I think we should use that hold at us as an example of politics based on rationality based on logic and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Hong Kong people rather than political infighting I don't think that the Hong Kong people want to see more of the CY Leung years of government or relationship with LegCo I think this is we're go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but there are still lots of rooms for improvement I think I've said just now that the chief executive should be more willing to listen when she comes to LegCo for those Q&A sessions instead of asserting her views but listen more and be more humble I think that would be my advice to her and I've also said that the ministers, the secretaries are working very hard there are a few of them who are very willing to reach out and that I see as a principal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administration and the last one and I encourage that Well, I'm expecting a difficult year coming ahead because based on the past experience whenever we have an election coming up we will have more and more controversial issue to be discussed in the council but of course this year we have experienced the co-location build I think this is the most controversial issue at least up to this moment well anyway, I think we will have difficult time coming ahead but I am confident that we are able to manage that but I am confident that we are able to manage that 你們的看法,尤其是有國歌法的話,你們會否覺得會難了,或者增加了難度的地方在哪裏呢? 其實國歌法,我認為比對來說,不應該是比一地兩檢難的 當然,究竟具體當國歌法的條例來到立法會,成立法案委員會之後引起社會討論,我們就要有待觀察 但我自己相信,雖然我認為接下來是艱難,主要是因為每一次,立法會是一個政治的場所 越近選舉,一般越多的爭議政議題就會在立法會討論 但我並不認為那個艱難是因為國歌法,而我認為國歌法其實相對是比一地兩檢容易處理 因為普遍市民其實都認為,也都明白為何要有國歌法 那細節,我想大家可以當法例來的時候再去說 蘋果的阿瑪迪 想問一下兩位有沒有想過,下年會繼續連任這個位置 首先,另外就有兩個問題,一個給Dennis 你剛才說,音樂噴泉那裡,你也有反應 政府有沒有說會繼續這樣推,還是會有讓步 另外就是問一下Stary,因為看過去一年,其實你主持會議的方式 其實都沒有很大的爭議 除了改議事規則的時候,我就看到一些議員就有說 批評你主持的方式不公平,可能你割了某些人的發言時間 如果再推的時候,你能否感受會再重現這方面 以及你自己怎麼看當時的主持手法呢 會不會覺得很爭議性,一碰這個議事規則的時候 其實有些議題,你一碰,你怎樣主持都會被批評為主持得不公平 修改議事規則,一地兩檢會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當然作為主席主持,面對爭議性的議題 我們會按照議事規則,盡能力給議員有機會表達意見 也都是確保議會是順利或者暢順地舉行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一地兩檢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梁君彥主席接下來面對不信任動議 有很大部分都是一地兩檢而起的 大家都記得你看回高鐵 其實主持高鐵相關的撥款 其實都有很多位人士的 包括陳建波主席也做過 陳鑑林也做過 其實每一個到最後都要展播 葉劉淑儀也做過 每一個到最後都被批評是不公平的 所以其實是個議題本質 議員是不接受 最後要劃線或者最後要展報 所以導致有這樣的情況 至於你剛才再問的是 我想回應一下你音樂噴傳 音樂噴傳其實有部分議員是有意見的 但你必須理解 其實地區是有很強烈的訴求 是希望盡快推的 我們都將這部分的訴求 很清楚向政府表達 對於現在政府其實已經作了讓步 我們是表示理解的 因為其實我們對於立法會 不尊重區議會 因為區議會有很大的意見 因為事實上大家都明白 區議會是民選的一個地方來的 其實區議會它選擇什麼項目 當然立法會是有權表達不同的意見 未必完全認同 但是你不斷去阻拖延區議會 經過民主程序去產生的項目 其實是非常不尊重區議會的 回答回剛才考慮前和Now 都有提到說 譬如一地兩檢或者難些的國歌法 其實我自己這樣看 就是當然是難的 就是有爭議性的議題 當然會是難的 但是不要因為難 所以就是去破壞議事規則 或者濫用議事規則 就是我們民主派對梁君彥處理議會的方法 是很大意見的 我們認為它將那個異讀限死時間 令到很多議員 其實說到最後 是只有五、六個議員沒說的 他都不讓他說 這個其實是很… 我們是對這個做法是非常大的意見 也是反對他這樣做的 其實他要明白 他越是這樣強行去通過一些東西 用限時的方式去限制議員的發言 其實那個反彈是越大 其實兩個會和三個會去通過一地兩檢 其實我看不到有任何的問題 對於他所急的通車 對政府急的通車 其實是完全沒有影響的 所以我們都是跟梁君彥說 就是你這樣去做的 就只會是我的同事、兄弟 全部會是非常之憤怒 是辣起了他們 其實是無助議會的氣氛 所以我們是會一度再次警告梁君彥 是不要再這樣去處理會議的問題 因為只會是弄得更加差的 我不知道他是想討好誰 但是其實作為主席 其實他強行這樣 譬如兩個星期就要通過一地兩檢 是絕對沒有這樣的必要 這樣只是會令到議員和他之間 是更加沒有任何信任的 那音樂噴傳其實就是 是其中一個有爭議性的項目 因為應該是我記得是 我們之前在公務小組都是不獲得通過 那其實我們只是覺得 就是立法會有我們的職能 就是我們要審議這些這樣的項目 不是說區議會通過了 或者支持這個項目 我們立法會就一定要通過 沒有這樣的事 那我們尤其是認為當那個委員會 已經是投票反對了那樣東西 你如果再立刻再推它上來 其實你是不尊重立法會 你應該是聽聽立法會議員 究竟對那個項目有些什麼具體的意見 跟著去考慮怎樣去修改那個項目 跟著將那個項目 跟著去區議會那裡去諮詢他們 再上來立法會 我覺得這樣是穩妥很多的 所以我自己本人 跟這個司長是反映這些意見的 向前看 就是我都真的希望 就算有難的議題 大家都可以理性去看 還有是用一個合理的方法去處理問題 我自己是一定聽民主派的決定的 不是我個人的議員 這個我也都是會同樣尊重 我們自己建制派的議員的意見 郭平坑議員 是 我對剛才你說的東西有很大的相確 不要緊 我希望你有包容的亮度 我一定 因為剛才你批評這個梁君賢主席 就說他限時 押殺議員辯論 即發言的時間 其實這個安排 限時的安排 很多國家的議會都有 還有他這次 就早就說明了 預先說明了 有六十幾個小時是討論的 即是規則已經說好了 剛才你說 生幾個議員都沒說話 即是 為何這麼快 現在剛剛打世界盃 很好的例子 足球比賽都有限時 是否可以說 這對球有幾個球員 沒射過球 讓他們先射一下 射到 射完先 不用計算時間 這樣 你的問題是這樣的 即是 我如果將立法會的議程 或者開會 是比喻為踢球 我覺得就不太適合 因為立法會的議事規則 就是講明二讀三讀 即是每個議員有十五分鐘的發言時間 是不應該限制的 尤其是當你入到這個全體委員會的時候 其實他是就著 為何就著一些修改修正案 是可以給議員 是重複發言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互相去說服大家 我們的意見 本來開始是不相同的 但是經過一連串的 不是說辯論或者對話 其實可能會將分歧收窄 其實為什麼議事規則當時 是這樣的設計 是有這樣的原意 你強行將它說一刀切 每個人可能全體委員會都是 都一次發言的話 其實我不需要聽大家的 其實變成整個議會 是不需要去有一個理性的討論 因為你講完你也講一次 我講完我自說自話 自說自話其實已經是破壞了 本來全體委員會的設計和安排 所以我不同意說 有幾個議員還沒發言 就任由他們 連建制派都有議員跟我說 審議一地兩景的時候 其實我也想發言的 現在搞到我不可以按制發言 因為現在限制了 所以我們現在都不能發言 其實他們都不滿意的安排 或者私下都跟我說是不滿意的 所以我認為梁君彥 如果他想做一個被人尊重的主席 想做一個覺得他做得好的主席 我拜託他尊重一下自己的身份 尊重一下議會的議事規則 不過… 因為那個辯論當中 用了很多時間在休會、宗旨、點名數 還有我剛才覺得你的態度都有些問題 就說我幫兄弟壓興了 用那些這樣的字眼 像不像幫派黑社會的用語 如果我像不像幫派 我想市民自然是有分析 有他的解讀 不是我自己去說 我覺得如果你是尊重議事規則 是完全… 譬如尊重議員發言的機會 譬如異讀是每人15分鐘的 那為甚麼你要限制呢 我相信如果你不是這樣做的話 我那幫兄弟姊妹 亦都會相認是有一個合理 對於梁君彥的裁決 是會更容易去明白 相信我那幫兄弟姊妹 都是合理的人 我就建議這個議題 明天辯論才討論 不過如果要加一點 大家可以理解主席多一些 其實還有法庭裁決的 不過我想不是這個時候去辯論 主席處理一地兩檢的整體安排 明天還有機會… 明天的會期還有機會辯論 那有沒有關於內務委員會的問題 想問的 是的 我是TVB Annie 我想問一下 剛才你們說 那二十一項已經交到內委會 其實在這二十一項中 通過了多少 而且如果是比起上一個年 即是同期上年的話 其實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 我跟那個立法和行政關係之間 其實會不會改善了還是怎樣 二十一項你是指哪一個 二十二項是嗎 二十二項 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不是 對不起 我想了解你那二十一項 在哪裡引述 我說二十一項政府法案 已經提交立法會 二十二項 二十二項 是 那其實是通過了多少 十一項 秘書我們有沒有補充 四個 好 我們會後再給你相關的資料 簡單來說 十八項 不是 首讀了 八個 八項 我們現在粗略地計算 我們完成了八項 我是東方Ivy 不好意思留意到 其實去年你們做年度報告總結的時候 和今年都一樣 就是政府都比較常 在下半年才交一些法案來立法會 有時候會比較急 其實有沒有嘗試 跟政府方面去溝通 怎樣去改善 交法案這個時間 令到大家審議上面 多點時間去了解 第二不要這麼具真而成 這個其實我們很早去見政務司司長的時候 我和副主席都有提到這一點的 我們第一 每次去都希望政府盡快給我們提交本會的立法時間表 當收到我們立即都和議員去分享 第二 都提醒政府 如果能夠讓議會的時間用得更好更暢順 你越早提交 理論上那個進度就會越暢順 當然政府都掌握的 那很多原因的我相信 政府未能夠起上半年提交 如果今年我會相對理解政府的 因為他都是新任的行政長官 他上任之後提出施政報告 然後將施政報告變成法例 都需要一點時間 我期望下一個年度的上半年 是可以有明顯的改善 因為下一個年度的上半年理論上 就沒有了剛剛開局的那個困難 那希望可以多一些法例 是可以在上半年來到立法會 讓我們多一些時間去做 特別是國歌法 或者一些具爭議性的法案 如果能夠上半年已經來到立法會 成立法案委員會 我們的時間就會充裕一點 我同意主席的看法 就是要有時間表很清楚 就是去講有什麼法例拿上來 還有都是那個原則就是盡早拿上來 還有我們變了更多時間去討論那個法案 那我相信對大家都是好的 因為之前的政制及內事務局 有說過 就是國歌法希望可以爭取 在這個月就交去立法會 但是看到明天個會其實都沒有了 那你們有沒有了解過 為什麼會有這個情況出現 我就一直都有了解到國歌法的進度 但是我就沒有說覺得一定要本個星期三 是一個最重要的時間 因為大家都知道立法程序 其實就算這次來都是首讀 那首讀之後也都要交由內務委員會 然後就由大家決定是否成立法案委員會 大家想想如果這次首讀 交到內會已經是暑假之後的內會 還有跟他下次起開始之後交 其實差距不是真的很大 或許他可能會想希望完整一點 就是我自己覺得這兩個 就是在暑假前和暑假後 首讀的那個差距就不是真的那麼大 那我希望他可以在暑假復會之後 盡早提交 那這個就有助於爭取更多的時間 我自己就覺得 就是本身的法案是沒有什麼迫切性的 就是國歌今天是國歌 明天都會是國歌 但是我覺得本身我們都是 我同意主席說 就是如果你真的拿上來 你早點拿上來 那希望大家可以多一點時間討論 我想都差不多了 好嗎? 謝謝 謝謝 謝謝